斗魄之无上之境 第三十六集 思良很久之后 萧嫣下了决心 他知道 熔炼精血一定会是一个极为痛苦的过程 但是男儿不就是要博吗 只有付出才能获得回报 萧嫣点点头表示同意 战老死盯着萧嫣的眼神也松了下来 战老知道他会答应 但是他没答应前 战老还是很紧张的 直到萧嫣点头了 战老才悄悄地长舒了一口气 想清楚了 你要知道 一旦决定就不能放弃的 你确定吗 战老再次温向萧嫣 熔炼精血一旦开始就无法回头 想清楚了 有力量才会有一切 萧嫣斩钉截铁地说道 战老的老脸上 终于绽放了一丝欣慰的笑容 点了点头 那便开始吧 开始我会压低力量 但这种力量会愈来愈强 你一定要坚持住 萧嫣微一点头 将衣服退去 没有丝毫的犹豫 直接跨入了不断冒着血泡的血池之中 他一跨进血池 血色的池水扑打在萧嫣的身体之上 发出丝丝的灼烧之声 一种灼烧的疼痛强烈的袭来 萧嫣额头之上 立即就冒出了黄豆般大小的冷汗 很快 整个池内便以萧嫣为中心 形成了一个血红色的漩涡 将他的身体缠着动弹不到 同时如陀螺般旋转成 萧嫣体内一丝丝精血 随着萧嫣的旋转 被抽离出萧嫣的身体 力量也开始缓缓地流逝 二星斗地中期的实力 在区区数分钟之后 竟然降至二星斗地初期的高级 萧嫣的脸色在血色的对比下 显得惨白如雪 额头上青筋暴露 一颗颗痘大的汗珠涌了出来 萧嫣一口精血喷了出来 融入血池之中 人类血脉精血的融入 使整个血池的能量 顿时间变得更加旺盛了 萧嫣紧紧地咬着嘴唇 嘴角的鲜血不断涌出掉落 而后被血池之中的血水吞噬 反反复复 整个池水不知是不是 这是萧嫣人类精血注入的原因 开始散发出了淡淡的红光 小子 你可要撑住我 站在血池旁的战老 脸上隐隐有着一抹担忧 痛苦席卷了萧嫣的整个身体 此时他感觉自己如同在火炉之中灼烧一般 全身的骨头就好像有蚂蚁在嗜咬 忍不住想用手去抓脑 但是却完全无法动态 这般痛苦非亲身经历是无法体会的 而且难以忍受的痛苦的感觉 随着力量的慢慢流逝 还在逐步增强着 战老缓缓地控制着池内血水流动的速度 使血水的流动速度缓步增加 这样可以使萧嫣不至于瞬间崩溃 萧嫣赤裸着身体 在血色漩涡中螺旋着 整个身体周围浮现出一丝一丝的能量光束 光束围绕着他的身体游走着 萧嫣紧闭着双眸 眉间不停地抽搐着 看得出来现在的他已经是极为痛苦了 在他的眉心之中 足纹缓缓地浮出 发出一种诡异的光芒 随着时间的推移 池内血水的流速已经达到了最顶峰 血色的漩涡越转越快 越转越快 直到几乎看不出在转动 而是一圈柱形的血木 就在血木之上 几缕金光闪出 眨眼间便钻入了萧嫣的体内 萧嫣身体猛然一颤 痛苦之声撕心裂肺般响起 真正的熔炼开始了 战老的表情此刻更加严肃起来 这种生不如死的痛苦 在斗地大路上 恐怕没有几个人能够扛住 能不能撑住 全看萧嫣的意志了 一声惨过一声的嚎叫 在血池中不断地响起 不间断地一直回荡在整个炼气层之内 经久不息 一旁的战老开始心惊胆站起来 虽然和萧嫣没有接触多久 但是对于萧嫣 他也是产生了不少的好感 小子呀 一定要挺过去呀 时间慢慢地过去 萧嫣的神石已经被激进无法忍受的痛苦 折磨得迷糊起来 实力已经降到一星斗地中起 周围的血泽能量也变得极其浓郁 血水不停地在腐蚀和改造着萧嫣的精脉 此时的萧嫣 体格和精脉都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整个身体显现出来一股淡淡的血气 甚至带有淡淡的杀气弥漫 时间已经差不多了 战老看着仍在血色漩涡中 不由自主旋转着的萧嫣 眉头紧皱着 轻轻地自言自语 就在战老刚刚自语完没一会儿 血色漩涡转动速度开始慢了下来 血水也慢慢地停止了流动 血水之中一束光亮冲起 绕着萧嫣的头顶盘旋一周之后 缓缓地从她的眉心之中的足纹渗透而入 萧嫣眉间一出 惨叫声戛然一顿 渐渐地淡化下去 眼皮疲倦地蠕动了几下 眼眸懒懒地睁开 一种诡异的能量波动散不开来 战老看着赫然睁开眼来的萧嫣 惊喜不已 萧嫣终于挺过来了 战练终于成功了 这小子的造化的确是不浅哪 这时血池里的一切都静止了下来 萧嫣站在池子中央活动了一下身体 尽管如今的实力退回到了一星斗地初期 但是她能够感觉到自己体内的血脉 似乎隐藏着极其庞大的能量 而此时在萧嫣的头顶之上 炼气层顶那些诡异的纹路中央 发出一种淡淡的光亮 可萧嫣并未察觉 小子不简单哪 真的容炼成功了 战老喜心于色 的确 容炼惊血太过残忍 别人或许不清楚 战老可是清楚得很 这绝非常人能支撑得住的 对于萧嫣这般的意志力 战老也是佩服连连 萧嫣傻笑着挠挠头 运气好而已 如果再坚持下去的话 恐怕我就真的撑不下去了 成功了就好啊 此行的目的也算达到了 怎么样 要休息一会儿吗 不用了 我现在的状态非常好 尽管容炼的过程非常痛苦 但是成功后 恢复也是非常快的 那先出塔吧 去吸收磨杀血气 恢复实力 坟场内部 我也感觉不透 要进去的话 没实力可不行啊 呃 战老 可不可以让龙翼 也来把精血熔炼了 熔炼精血虽然危险 但是拥有魔族血脉 对快速提升实力 却有巨大的好处 如果龙翼能够也把精血熔炼了 对硝烟可是有着不小的帮助 战老却摇摇头 你以为往这个池子里一炮谁都可以熔炼精血了 小子 也就是你行 别人呢 想都别想 哦 为什么 只能是我呀 不说这个了 以后你自然就知道了 战老话音一落 身形便消失了 硝烟虽然很疑惑 但是战老不说 他也没办法 身形一动 也消失在了塔内 塔中的血池也渐渐不见 隐藏在了炼气层中 呃 现在没有灵符 怎么吸收啊 硝烟出塔之后 发现一个极大的问题 磨煞灵符上次用了之后 便消失了 没有磨煞灵符 自己是根本无法吸收磨煞血气的 你现在呀 已经不需要那东西了 你看看 现在即使你一星斗地出奇的实力 磨煞血气 不是也没有伤你分毫吗 听战老一说 硝烟才猛然发现 漫天的磨煞血气 此时对自己竟然没有任何的伤害 诶 难道说是 魔族血脉的缘故 硝烟惊讶地问道 战老点点头 的确是这样的 磨煞血气 本身就是魔族之人死后的产物 自然不会伤害魔族血脉 这样一来 磨煞血气就可以直接吸收了 硝烟绣跑一挥 一道磨煞血气 便被卷入了自己的手掌之中 确实对自己已经没有丝毫的伤害 硝烟不再多说 旋即便盘腿坐了下来 心神已宁 周围的磨煞血气 以极快的速度 朝着硝烟 从四面八方涌来 硝烟还是十分谨慎的 生怕出什么意外 磨煞血气一钻入体内 他就先用混沌圣烟炼化之后 才吸收 这样也能将吸收的能量提炼得更加浓郁和精准 周围的磨煞血气不断地涌了过来 数分钟之后 硝烟又被包裹在了由磨煞血气构成的球体之中 磨煞血气疯狂地钻入硝烟的体内 顿时间 他的气息也开始暴涨起来 这般修炼的速度 也是极为快速的 就在硝烟吸收着磨煞血气的同时 磨煜分场的外面 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哎呦 已经半个月了 硝烟那小子竟然还没有出来 是啊 指不定在这遗址中 获得了什么宝贝 哼 恐怕早已丧命其中了吧 磨煜分场外的整片空间 此时已经汇集了无数的强者 数量完全难以估计 显然 五大势力并未破掉战老的禁止屏障 都只得放弃 虽然帝州的五大势力都放弃了 但是每天依旧有着很多人 不断地尝试着去打开这个禁止屏障 但无一例外 都无功而返 而在一个角落里 有着五个身着黑袍的身影 虽然黑袍遮住了他们的样貌 但是却遮不住他们所散发出来的强悍气息 这些黑袍人自然也引起了帝州几大势力的察觉 五个黑袍人也毫不例外地朝着上空那道石门走去 到得石门屏障跟前 五个黑袍人的身形都纷纷顿了下来 然后整齐地站成一排 同时爆发出极为强悍的气势 刚猛的斗气面对着眼前的屏障 狠狠地轰去 屏障没有一丝的波动 轰击上去的力量如同水滴入大海一般 没引起半丝涟漪就消失不见 五个黑袍人身形整齐地退了下来 没有再去尝试 似乎已经知道了 以他们的力量也是无法破开屏障的 而随着这五个黑袍人气息和气势的散开 他们表现出来的实力 在人群之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几乎所有人都看出了 这些黑袍人绝不简单 他们绝不是帝州的 帝州没有这么强的强者 五大势力也把目光都移向了几名黑袍人 对于来自帝州外的强者 五大势力自然是极其敏感的 幻妖族无疑是最为谨慎的一个种族 他们的服饰极为怪异 每个人的衣袍上都绣着一个蛇形的图案 给人一种神秘隐晦的感觉 幻妖族的人 谨慎地观察着这些黑袍人的一举一动 但是这些黑袍人十分强悍的气息 令得幻妖族不敢轻举妄动 此时依魔教的一干人等 都站在这些黑袍人的身后 默默地不敢吭声 似乎很是畏惧这些黑袍人 但是这一点倒是没几个人看得出来 看来我们也打不开呀 这能量屏障不仅强 而且极为诡异 布置这样屏障的会是怎样的强者呀 一名黑袍人语气无奈地说道 如此强者在石门外布置这样的屏障 可想而知这个遗迹内一定有很重要的宝贝呀 另一名黑袍人跟着说道 你说唯一进去的那个人是萧族的 叫萧岩 片刻之后 在数名黑袍人之中 响起一道沉着有力的声音 是 是 一魔教的一阵天极为恭敬地向前回道 那人想石门头了一眼 然后又看向了站在一魔教之中的萧勇 你就是与那小子战斗过的人 黑袍中年人问道 萧勇急忙点点头 嗯 交过手 那小子只不过是一星斗地中期的实力 此刻恐怕早已丧命了 萧勇兴兴地说道